大家好 我是吴兰 我现在来到的是湖南省博物馆 来看一看湖南的历史 这里需要提前预约 现在是提前一个礼拜预约 我看了一下 平时的话票还是比较富裕的 周末的话最好提前预约预约 如果预约不上可以直接买那个付费的票 也是能直接进去 那我现在就进博物馆去转一转 现在已经进到博物馆了 早上九点进来了 人不多 古代的床太漂亮了 二楼 这是一个环木的电影 有一点罗燕3G的照片 数字幕最喜欢的 1.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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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G 1.5G 1.5G 2G 在这边看到的是一件汉代的水井模型 一件陶壁井 它是由多本头圈平衡而成的 那么原本的深度约在十米左右 向汉代人们开始广道水井 这样就是摆脱一水盘区的渠线 可以选择更加适渐的地区 三楼是长沙满人堆汉墓城列 长沙满人堆汉墓是二十世纪世界最重大的考古发言之一 保存完后的目当节奏及丰富的写藏品 是汉代生活方式相藏观念的完整呈现 我们的画面 然后现在来就会要介绍 它我们叫做T恤博画 其实古代是在中间我们的教堆追衣 因为它肆一而非一 我们是根据它的形状来称为继续国画 这说就是地下重论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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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大家只注意看了这个动画表演 倒是可能没看那个木坑底下的木坑 我们现在已经从湖南博物馆出来了 博物馆里边特别冷 我一出来真的是好热呀 湖南博物馆我是酒店中去的 全程逛了大概三个小时 去的时候人不是很多 逛的还挺快的 我出来的时候里边人就已经很多了 整个面积不是很大 主要是二层跟三层 我现在这个位置是湖南省博物馆出来的烈士公园 主要是纪念一些在湖南战争中的烈士 湖南虽然是一座千年古城 但是名胜古迹实际上非常少 原因就在于蒋介石在湖南放了一把大火 几乎烧掉了长沙90%的建筑 所以长沙这座城市实际是几十年前新建的 内省大火史称是文汐大火 是武汉会战之后 国民党一看大事不妙就准备要跑 但是蒋介石提出了一个交图政策 就是放火一把大火就把长沙给烧了 而且是在夜里放的火 所以叫文汐大火 把这个夜字拆开就是文汐 那这一场大火应该是在夜里放的 所以一下这个老百姓都没地跑 当时长沙应该是有几十万人在长沙 包括逃难的 所以当时这个大火死了非常多的人 大概死了有几万人 实际上要比这个打仗 就是真正打仗死亡的人数还要多 所以国民党这个政策呀 这个交图政策其实本身还是很常见的 那我们知道三国时期的刘备火烧新野 也是一把大火把新野给烧了 但是人家烧的是这个曹人 就是敌方的军队 但是国民党烧的全是自己的百姓 并且这个刘备烧完之后 还带着所有的这个老百姓 一直逃到了江东才有之后的赤壁之战 对吧 才再有之后三国鼎立 那警方国民党把老百姓都烧了 自己最后没车跑到台湾去了 对吧 这就是失道寡注嘛 那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